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ds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5年的8月9号 星期三 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昭和特辑 其实真的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昭和28年 最近有时候跟日本朋友出去聊天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会讲出一些这个昭和时期的一些事件出来 蛮神奇的一件事 因为我自己好像在台湾 我也没有真的把1949年之后的这段历史背得有多熟 反而现在因为做这个昭和特辑 然后从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这个每一年每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有发生一些 就是每一年有什么特别值得拿出来聊的事情 一集一集拿出来聊的时候 好像自己了解在那个1940 1950年代的事情 好像比台湾还要再多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在听我节目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觉得好像现在 就是觉得日本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好像稍微熟了一些 比方说像今天我们要聊到1953年 日本开始有电视机在街头上面播放 我仔细回想一下 台湾有电视机在外面播放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甚至连那种一点想象出来的画面都没有办法 但是我可以想象出日本的画面来 所以还蛮有趣的蛮神奇的 慢慢这样子一集一集坐下来 自己好像都快要变成昭和通了 好啦这个昭和还很长 我们才到28年 这个昭和一共会到63年的样子 63还是64 64年 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慢慢聊 好的我们昭和28年 1953年 这一年呢 其实是电视机出现的这一年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昭和的20年代的后半 应该说28年之前的几年 在东兴呢 你如果在一些比较大的车站前面的广场 你都会看到呢 有人在路上呢 就是有放电视机啦 大家就在那边看 其实电视机这件事情呢 不是第一次聊 应该在前面几集的时候 就有稍微跟大家聊到 有电视机 开始在市场上面贩卖的故事 不过在昭和28年的2月1号 NHK呢 也就是日本放送协会呢 他第一次的正式放送开始了 在2月1号 昭和28年的1月1号的下午2点 主播志村正顺啊 他的第一声响 他就说了 这边呢 是NHK的东京电视台 这句话出来之后啊 也就是日本的第一句 从电波里面放出来 到大家的电视面前的第一句话 那这一天呢 其实在银座的街头啊 有非常多人聚在那里 根据我看到这个数据 应该有几百个人啊 那大家呢 看到电视的时候啊 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嘛 所以就很好奇 想说 诶这到底是什么 大家对于电视机的说法就是 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广播 没错 就是在这之前 我们有聊过像广播剧 非常有名的广播剧 请问方明 那后来呢 他也上了电影院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啦 所以说 你就没有办法从 放送的方式 就是透过电波 放出来的方式 让大家去看 一集一集的电视 但是呢 从有了电视机 而且有电波讯号之后 这件事情 当然就会有 非常大的改变啦 不过这个NHK呢 算是比较公共的电视台 民间的电视台呢 大概是晚了半年 在昭和28年的8月28号 早上11点20分哦 日本的第一间呢 民间放送公司 日文里面放送这一个词啊 其实就是在讲说 透过电波的讯号 然后传送过来的意思 那这个民间电视台呢 在8月28号播出来之后呢 这个当然它就必须要 以盈利为目标嘛 因为它跟公共电视台的状况 不太一样 只是那个时候啊 电视台还是非常非常的贵 我们看那一年电视的价钱呢 其实是14寸的电视 这边资料写是142600元 142600元是什么样子的数字呢 就是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生的 第一份薪水 大概是1万多块钱的时候 等于说你的年薪 只能够买一台电视机 年薪买一台电视机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如果在台湾大学应届毕业生 年薪如果有个40万50万台币的话 等于说电视台就是这个价钱 有没有觉得很难买得起的状态 毕竟现在呢 应该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份薪水 一个月的薪水 应该就可以买一台电视了吧 毕竟现在电视很便宜 那时候聊的是14寸的电视 现在这个2万块 应该可以买到40寸了吧 搞不好50寸都可以 事实上啊 这个电视的价钱呢 也是慢慢的在降价了 1953年就召合28年的时候呢 我刚刚有聊到是14万多日币 到了1955年的1月的时候是12万 到了1956年的1月是9万 1957年的1月是8万 5年之后的1958年的1月 从1953年之后的5年 1958年的1月呢 其实已经降到大概一半的价格 大概一台是7万6千块钱日币 我查了一下昭和33年大学毕业生的第一份薪水 其实是没有涨的 就是跟昭和28年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呢 大概原本你是从一年的薪水 可以买到一台电视 5年之后呢 大学应届毕业生半年的薪水 大概可以买一台电视 那讲到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薪水 其实用现在的角度去看 大家可能比较无感 就会觉得说 这应该还算是一个低薪的状态 但事实上呢 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啊 大学其实还蛮少的 所以你能够有大学毕业 然后领到薪水 其实在整个社会当中 已经算是中高薪的状态了 因为能电大学 而且还毕业的人 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也因为这个原因啊 这个民间放送局 日本电视台 他为了要推广电视 那大家又买不起电视 那怎么办呢 他就呢 在各个街头的地方 放了电视 让大家一起聚在那边看 你想想看 一个14寸的电视 其实很小耶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荧幕 好像就是个12寸还14寸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14寸电视 应该已经是最标准 大型的电视 能够放在马路正中央 所以呢 这电视呢 要在马路正中央看的话呢 你就得用桌子把它垫高 垫到一定的高度 这样大家才有办法抬头一群人 你看他说几百个人 几百个人在有乐丁的街头看电视 现在你大概很难想象吧 因为只有14寸 那后面的人 大概只看得到一点点 应该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吧 当时呢 什么样的电视是最有名的呢 其实呢 就是大象铺 还有就是格斗 那这个大象铺跟格斗呢 因为电视而带起的热潮 其实在隔年的昭和29年后 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状态了 我们下周会来聊更多电视所带来的大象铺的热潮 好的 这个电视机因为出来了之后 大家要看电视嘛 那又很贵嘛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有一个所谓的生意 叫做租借电视机的生意 什么叫做租借电视机的生意呢 就是你去电器行那边 你可以跟他说 我想要租一个礼拜的电视 然后他就用一个礼拜租借电视的价钱 租给你 你就可以带回家看电视 我觉得有一点点难想象 那到底要怎么去租呢 是因为那礼拜有什么重要的节目 所以要租吗 如果是体育活动的话 可以想象说 我就租个一晚 又或者是奥运的话 奥运可以租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奥运 奥运是几年之后才开始的 还有啊 这个电视机呢 除了就是可以拿来当作是租借的东西之外 你知道每年中元节的时候 其实就是下个礼拜 日本的OBON 就是这个礼拜的周末 一直到下个礼拜 在这段期间呢 就会买东西 通常都会有那种抽奖 你就会看到他转那个珠珠 转出来之后 如果中奖 就会 那当时呢 他们就有中元节的特卖 就是用电视机 当作他们的特等赏 电视机当特等赏 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刚刚说 大概是一个大学 应届毕业生一年的薪水嘛 所以假设 以现在台湾的物价来看 是50万日币的话 不是 50万台币的话 那么 你如果抽到了一台电视 你会把它留下来吗 我可能会瞬间把它卖掉 因为 这个钱那么值钱 我真的是要放一台电视 在家里面 我还很怕被偷了 那么大一个东西 而且就是纯粹娱乐的用途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一个年代 电视是一个 多么有趣的东西 好 我们看这个数据呢 在昭和28年的2月 一开始做这个放送的时候 跟HK签契约有866件 一直到年底 有16779件 那16779件的契约呢 就是你可以收到讯号的契约呢 大概占整体普及的千分之一 到了隔年的昭和29年 是5万多件 普及率到了千分之三 在隔年昭和30年呢 普及率到了千分之九 在隔年昭和31年呢 普及率就到了百分之2.3 一直到昭和33年啊 也就是开始有电视的5年之后呢 普及率就已经到了11% 总共契约的签约量是 198万2379件 这个数字这样子看起来 大家有没有觉得 其实电视的普及 还是相当的快 毕竟它价格也降到一半了 哇 这个价钱我觉得买电视 应该还是有钱人居多吧 但是可以想象在当时 这是一个多么新奇的东西啦 你可以透过一个小盒子 然后可以看到东西耶 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好像很理所当然 因为我一出生就在看电视了 然后更别讲 现在的小朋友 一出生可能已经在看 高画质HDR的电视机了 对不对 4K HDR的电视 可能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 很理所当然 甚至拿起手机 看一些YouTube也很理所当然 但是在当时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这一年呢 是大学野球的黄金时期 所谓的大学野球呢 就是大学去打这个棒球比赛 东京的大学 跟关西的大学 这都有大学的比赛的联盟 当然贾紫园已经之前就有了嘛 这个算是日本战争之后 这个应该是第8年 我们从20年开始聊到28年 野球就是棒球啦 已经到了职业的棒球 然后高中的棒球 大学的棒球队 这些联盟已经都一一开打了 那当时因为电视机 跑出来抢市场 你会觉得一群人聚在那边看电视 好像跟电影很像 那毕竟电影卖的比较贵嘛 所以说呢 电影他们也推出了一个策略 他们那个时候啊 就找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所谓的立体电影 用一个纸的眼镜 那左边右边用不同的颜色 挂在脸上 你就可以看到立体的画面 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个时候的立体 应该是不怎么样的立体吧 不过在当时 可能也算是一种噱头吧 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电视机呢 大家都在街头看 而且看免费的 那你电影要怎么竞争呢 所以就在昭和28年 就已经有所谓的立体电影 开始公开播放 在当时东京港区的青山 也开了第一家的超级市场 叫做寄之国屋 那青山那个地方 其实即使到现在 都算是东京地价 相当贵的地方 那边有很多的使馆区 有非常多的外国人 事实上呢 现在很多的大使馆 都还是聚集在赤板 六本木青山那一带 也因此这个超级市场 大部分光顾呢 都还是以外国人为主 这一年还有另外一个 算是神科技 也普及到了 整个民间当中 就是长距离的电话 东京 明古屋跟大阪 都可以做当日的通话 然后我们在前几年 有聊到的 你的方名的 这一个广播剧 对了 我来刊物一下好了 因为之前在聊到 你的名字 Kimunawa 的时候 我是直接把它 直译成你的名字 结果呢 就有朋友 就直接跟我说 其实那个中文 是有方译的 就是你的方名 不知道大家听到 你的方名 会不会更能想象到说 我在聊的是 哪一部电影呢 那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呢 在这一年公开上映了 那当时呢 女主角啊 她就是有一个 把布从头呢 一直绑到脖子这边 把它卷起来 那卷起来的这块布呢 在当时也吸引了 一种流行 大家就称它叫做 针织子卷 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一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语 叫做八头生 这个八头生 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昭和28年啊 就是伊东娟子呢 她入选了 环球小姐的第三名 然后呢 她就有聊到说 理想的体型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八头生体型 哇 这个八头生体型 在那个时候 已经算是大家 所想象中的一个美女 我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 台湾是不是很流行 九头生啊 到底是要腿多长 然后脸要多小 才有办法被称为美女呢 这不知道 不过每一个时代的 审美观不太一样 八头生我觉得很难想象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几头生 这一年的物价 大学的BSN是9600块钱 然后呢 米10公斤680元 豆腐12.75元 啤酒107元 清酒1.8公升 513日币 然后呢 香烟呢 30块钱 明信片5块钱 一个月的报纸280 国铁的起跳价 是10块钱日币 烫头发386元 你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没有在 跟去年做比较了 没错 因为其实这一年啊 几乎物价 已经没有什么改变了 这样一年一年聊下来 好像前几年的 经济的政策 真的有让整个 经济稳定下来的感觉 然后这一年 出生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歌手 这个 Telesa 10 台湾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呢 就在这一年出生的 现在大家如果在 日本开高速公路 会觉得这个收费呢 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一件事情 不过在当时呢 其实高速公路 应该说 那个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 有料的道路 就是要花钱付费的道路 那第一个付费的道路呢 就在昭和28年的 12月1号开通了 那这一段路呢 是从三重线的 松阪市外的 洁田桥 一直到 宇治山田市外的 杜汇桥 这一段距离啊 10.6公里 叫做 名参公有料道路 是全日本第一条 开始要收费的高速道路 当时的小型自动车 或者是重机 是130块钱日币 哇 先用现在的角度看起来 真的是有够便宜啊 然后在资料当中 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他有贴出一个广告 是东京新宿意识单的 一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他在卖的东西呢 是小学生后面背的 那一个背包 大家应该对于 日本小学生背的背包 有一点点印象 大概就是长得那种 方方正正的样子 那这个背包呢 其实他有三种规格 一个是牛皮革 一个是猪皮革 另外一个呢 是橡胶 牛皮革是一个背包 2000块钱 猪皮革是680 橡胶是680元 说真的 其实不太便宜耶 因为那时候 我们在聊到这个 2000块钱 2000块钱已经是一个 大学应届毕业生的 五分之一左右的薪水了 所以你要能够买 牛皮革上学的小朋友 应该觉得是一件 非常骄傲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的人 可能就是只用 比较便宜的猪皮革 或者是橡胶 然后我读到这边 我决定要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背包 是多少钱 我发现这个 其实要卖到 6万多块钱日币 就是现在的价格 所以他从来 没有便宜过 在那个时候 就是以一个高价的方式诞生 现在一个 还是要卖到 6万多块钱 不知道那个时候 如果家里面 有小朋友要上小学 是不是一个 还蛮大的压力 因为要背背包出门了 这个背包 6万多块钱 我自己现在平常 在用的背包 大概了不起 就2万块钱日币吧 6万多块钱日币很贵 我想下次出去 看到小学生的背包 我要给他们 多一点respect 因为他们后面背的 都比我背的还要贵 好的 这个招合28年 电视机的年代 开始诞生了 大家如果现在 正在看电视的话 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在当时 整个电视机 出现在东京街头的时候 是一个放在马路上面 大家围在那边 看的一个 算是什么 家电 其实也不能称作家电 因为不是放在家里面 我们这期的日本大特兽 就到这边 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 包含下五星好评 也推荐给你身边 喜欢日本的朋友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